恋爱被人称为那是一个滋润的春天 过往近来没人能回答这是个怎么样的存在 但是在爱与被爱的力量变前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秘感 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准备女装寻找你的真爱呢 你还真别说我不谈恋爱 还有为何要女装呢 斗舞此经第二次七七恋爱那是个什么存在 那是一个宝君 说到恋爱就不得不提起新发队中的恋爱宝君 就是一个神奇的世界观 你不需要那么常理来解释她的存在性 她就像恋爱一般 你永远不知道她下一秒可以给你带来怎么样的surprise 就例如这个都不知道哪个传销组织扩展傻叉跟你说 你不跟我接吻会死哦 直接就把当事人吓得神智不清的神奇展开 所以说仅仅是一个标题就足以让你知道这是一个恋爱故事 你有毒吧 说了半天就说这个 谁不知道这是一个恋爱故事 你也为大家都和你一样瞎呀 那问题来了为何恋爱后面要讲上 宝君这个词呢 那当然是要体现出在恋爱中的霸王之气 让人看的时候发现这个看似说恋爱的故事 其实披着一个搞笑的词汇 说的没错 从设定上听来 宝君就是这么一个偏向于搞笑的恋爱故事 所以说你在这部版里面看到什么像是死神一样的天使 拿着个类似于死亡笔记的玩意儿强行说成是亲文笔记还不合伦理的把人家充合在一起 千万不要吐槽这一点都不奇怪 真的相信我 要啥伦理要啥道理要啥自行车呀 就算这本笔记能男的搞精灵的搞百合都没关系嘛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一种真爱的 问题就是这个天使仅仅因为兴趣的原因 随随便便就把两个手下搞到一起了呀 你想想你要是无愿意物跟一个男的 停停停停别别别说别说别说 本人还是喜欢旅人的 还有这种传销组织一样的开头 咱们不接吻就会死就连官方的自带通潮 我给你讲就你这宣传手法你还想拐到人 你对得起宣伤组织吗 我们的宣传力有这么低吗 我们的口号是没有蛀牙 神他妈就没有蛀牙 还有这个女人一出场的带球壮人一样来无影 去无踪 她存在堪比新世界的堪米 她的病胶程度比有奶还可怕 她的笑容比世界上每一位天使都美丽 前提是天使都是这样的 今天只是感受到男主的热恋的目光 就喜欢上了男主 根据当事人描绘是这样的 在她炽热的目光之下 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我感受到这个世界仅仅只有你一个才能如此的爱我 而且一旦喜欢上这个男人 你要是敢出轨 我手上的李博绝对不是假的 先是把你杀了然后我再自杀 让我们在鬼门关里面当的鬼夫妻吧 爱上你不需要理由 可能就是因为悟慌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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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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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了 会死人的 你懂不懂什么叫真爱呀 你恋爱过吗 人家好歹就要恋爱暴君呢 这不就是体现出暴君的本质了吗 而且你也不能用常理来 和让这部动画所出现的一切事情吧 尤其是这个天使跟印度阿山一个鸭子 还有这位第一级Q版 好歹还有头发后门又直接秃了 这么又可爱 又呆穿得不位子就这样秃了 怎么让人接受吧 你懂啥子艺术啊 印度阿山怎么啦 阿州不也是吗 天使吐了怎么啦 一样萌萌哒 而且智商永远不上线系列 并且附带着工作就输了这个标签系列 甜言设理只欣赏她不秃头的时候 而且你也不得不说 这妈好烧酒一般的天使宽针 你敢说你不萌这妹子 呆萌可爱 没有常识在这个时代 这种妹子早已经灭绝了好吗 就连官方都不得不吐槽 这个家伙是阿库亚 难道你还能吐槽什么吗 当然有啦 这个家伙比阿库亚还阿库亚 这种弱子居然是秋比特 秋比特都绝种了好吗 说到底你不就是一变态 你别玩变态怎么敌 变态就有错了吗 难道这个红毛就不变态吗 他的变态程度可是 直接童子自己的男朋友的存在 不一样能寻找到自己的真爱吗 这故事告诉我们 人变态没关系 不一样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嘛 也就你这么认为吧 你呐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别让自己这么变态 指不定还能找到男朋友呢 我再次澄信一下 我真的不搞机 从基础上的角度来说 恋爱宝君直到现在 就是给人感觉完完全全性的 就是单纯的搞笑后宫类题材 但是因为近几年的后宫题材 大不如以前的质量 而恋爱宝君从设定上来说让大家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新鲜感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成你套路神 看似司空见惯的套路 但是你永远都猜不到 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存在 从头到尾冲刺着各种各样的套路 气息 并交一样的女主 呆萌的丘比特 解控的妹妹 烂好人一般 但是唯一一个算得上正常人的男主角 多么熟悉又带着一丝丝酸臭味的剧情 最让人毫无办法吐槽的就是这个 丘比特 亲吻跟亲上瘾一样 无论在哪个场合之下都能倾下去 让人怎么吐槽嘛 这种场合放出神奇的BG 还自带吐槽的家伙是怎么回事啊 这玩家都堪比阿虎亚了吧 所以恋爱暴君是一部单纯的搞笑 内心后哭奇才 这也许不是远番你们最牛逼的单身 酸臭味宣誓是最大的 佛屁 怒人举毒的咬手方法第二句倒是不服啊 但是不得不说恋爱暴君是一个 不用错过的岁月半 你想想倘若你要了解什么是并交 这不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吗 恋为之意 爱为真 暴君在流 谁能挡 爱之矫情在何方 酸臭暴君在眼前 本期算是斗屋实际第一次双人打谈 有很多地方不知道怎么做 有意见的可以直接提 我会一一接受 也愿各位因为学习压力太大的朋友们能放松下心情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梦克再次谢谢各位的支持 收藏快给我们收藏 放心吧下午我这种人会在